歡迎回到超級新光大道之頂尖企劃 接下來呢 就是我們最佳方言演唱之烏鴉 來這個 來亂 是不是 哇塞 你在兩位這個 剛剛已經唱過之後 你現在心裡壓力是 我現在就想說 就 給他去啦 就是 要唱台語版的Ledby 好意氣 好意氣 是不是 聽說他這個今年過年 做了一件很特別的事情 是他人生的第一次 就是當伴郎 編品縣 對 哇塞 那結果當伴郎 你那時候的心情是什麼 因為其實我不知道當伴郎 很難講喔 當伴郎 你不知道當伴郎要幹嘛 然後就是 我們就很早去嘛 然後去什麼 迎曲啊 就從那個編品縣家 然後到了我家迎曲 那迎曲有沒有一些比較 你知道 傳統的儀式 比如說綁甘蔗 或是用篩子 還是用黑傘什麼的 有雨傘啦 可是我最記得的是 等一下 有雨傘 有雨傘是代表新娘 小玲老師 有雨傘是代表新娘 是不是 一定有心啊 是嗎 不是 喔 好好 你有注意到新娘的小腹 沒有沒有 非常的身材很好 那我最記得的是就是 就是新娘不是要告別那個爸爸媽媽嗎 對 然後我反而會害怕 我會在旁邊哭 因為其實他兩個伴郎都很man嘛 你跟他爸媽很熟嗎 不熟 然後我就看連續劇都是那種 小女兒跟爸爸媽媽道別都很可憐 對 結果是編品縣一講話他大哭 然後我在旁邊就 編品縣在哭啊 編品縣在哭 他說什麼 我會把你女兒照顧好什麼之類 他就開始哭 我就跟幾個伴娘在旁邊一直熱淚盈眶 反而是男生這邊都在哭 然後女生就這樣 現在時代不一樣了是不是 所以其實有了這個經驗 而且聽說他在這個大場合上面 婚禮上面還現唱 嗯 唱什麼歌啊你當時 黃色玫瑰 什麼 曲中人散嗎 媽媽不是啦 那什麼什麼歌 給你們 喔 哇塞 你唱張瑜老師的歌 你現在哇他功力大增 今天 他是要來拿下這一趴的獎 最佳方言演唱人 帶來什麼歌 陳磊的《華幸到好》 喔 難怪啦 掌聲歡迎黃偉晶的演唱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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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鞠躺車不夠爬 牽手不夠大 牽菜煮了不好吃 牽不太難看 塞料好吃 驚人頭 牙齒牌拚 吃得太好 怕生涯狗 水月對人走 離心逃逃 無親手在伸透 有時啊煩惱 有時欽托 門外帶有道 馬來有什麼法寶 牽手不騙步 歡喜就好 喔喔喔 歡喜就好 恰恰恰恰 啊離心海海 感受要農了解 有時啊親戚 有時青菜 有人說好 一定有人說壞 若別想太多 人生我家主菜 為甘陷車不夠爬 牽手不夠大 牽菜煮了不好吃 牽不太難看 塞料好吃 驚人頭 牙齒牌拚 吃得太好 怕生涯狗 水月對人走 離心逃逃 無親手在伸透 有時啊親戚 有時欽托 門外帶有道 馬來有什麼法寶 牽手不騙步 歡喜就好 你整天牽車不夠爬 牽手不夠大 芳菜煮了不好吃 你又嫌不太難看 塞料好吃 驚人頭 大廚牌拚 吃得太好 驚人頭 水月對人走 阿倫心逃逃 多親手在伸透 有時啊煩惱 有心欽托 門外帶有道 馬來有什麼感冒 日時無欺負 歡喜就好 謝謝喔 哇塞 你太過分了 好手在伸直是不是這樣講 他三段的水母的地人走 都設計不一樣的 第一段是像小老鼠 第二段還這樣子 第三段還有自己多一拍 我還以為他落拍了 結果是老師揍下去對不對 哇你不得了了怎麼樣 小林老師這位 已非當日無下阿謀 真的耶 對不對 而且我覺得你如果再拿把吉他 你就是台語界的盧廣仲耶 有 對 我覺得他真的 我覺得在台上吸引大家的目光 大家會很期待你下一步做什麼 而且你的節拍怎麼比以前穩這麼多 穩多了 你怎麼了 你到底受了什麼刺激 沒有啦 還是一直有在跑步 一直有在訓練嗎 還是有偶爾會去訓練 我覺得比較就是心情的轉變 因為不是在比賽就不會想這麼多 那是誰設計的 舞蹈動作 舞蹈動作是我自己想的 那剛才那個是有工作的人幫忙 就是那個 蛤 你自己能想這麼多喔 對啊 很厲害 不是很瞎嗎 不會很瞎嗎 沒有 你就適合走瞎的 因為瞎界很少有這麼帥的 對 真的 真的 不過所有的唱功也好 節拍也好 掌握的都剛剛好 太恐怖了 好 我本來以為這一段的獎 會給 要不然就是曾志豪 要不然就是施樂斌 兩位請出 出門了 我覺得你們今天遇到勁敵了 今天在最佳方言演唱人 其實曾志豪如果輸給黃遠鏡會覺得 等一下 這個笑是什麼意思 這不可能是嗎 沒有啦沒有 其實我們今天心情都是來 來玩嗎 像回娘家的感覺 所以不會去想說要誰得獎 真的齁 所以我剛剛就想說 曹志姊一定要期待看一下 喔 樹林賀君祥 這真的很 心機很重 就好像說 大家說去海邊玩 穿隨便一點 結果他自己就穿著那種 你知道嗎 整套整個落後 他昨天上台彩排 我想說就像小玲老師講的 就可能他不會有什麼五步 結果他在彩排說 自己想要五步 還想要怎麼時候要轉圈 什麼時候要有pose這樣 哇賽 應該是有經過賴勝恩的指導 好 那四二兵如果輸給他 不會啊 我覺得是開心啊 開心 因為他就是用了很多心思在設計上面 我覺得這一點是非常好 就是能夠學習的 真的啊 兩位現在台前這樣講 如果真的輸給他 回去摔麥克風 不要再唱啊 對不對 到底老師會怎麼給分數 首先看看曾志豪的分數 請評審按燈 曾志豪的演唱得到的分數是22 23 好 不錯的分數掌聲鼓勵 謝謝老師 謝謝 好 接下來司樂斌 吳詠斌的分數請評審按燈 好 司樂斌的演唱得到的分數是 22 22分 也不錯喔 哇 好恐怖 接下來要看黃偉晉的分數啦 各位先生們 歡迎就好 請評審按燈 黃偉晉的演唱得到的分數是 27啊 是嗎 29啊 30 滿分 擁抱下來 5顆0 體診上場間 剛剛有喝兩杯是不是 小胖老師怎麼會給他滿分 偉晉從頭到尾喔 的設計感非常的重 而且 包括歌聲喔 都聽起來有點討厭 喔 是 那個聲音是 有點漸漸的 可是真的很特別 所以我相信每個老師 都跟我一樣的喜歡這段表演 哇 你出文啦 那現在其實老師說 畢業之後有唱片界的找你嗎 已經有 我跟志豪同一間公司 喔 那什麼時候 不同領域啦 喔 不同領域 什麼時候要這個發片 還在規劃中 還在規劃 喔 還在規劃 喔 所以這個將是你的路線 搞笑帥氣歌王 他們一直叫我當台語一歌啊 對啊 可以啊 對啊 我覺得他滿適合的啊 以抗拒嗎 那你想當什麼一歌 其實也不抗拒啦 你也很隨便耶你 有個性一點好不好 順其自然啦 開心就好嘛 對不對 這一階段勝出的是黃偉晉 掌聲鼓勵 謝謝老師 待會兒再頒獎喔 也辛苦兩位啦 那當然其實在這個下一階段 我們要注意一件事情 我們雖然是滑溢的過年 但是在過年的時候 是不是也有人失戀受傷的耶 是 下一階段我們要比的就是 最佳療傷歌王 馬上回到現場